寵物美容師工作到一半 貴賓狗突然從工作台上跳下來 一路往門外衝 男子拿著寵物籃追出去 但就是追不上 將近20分鐘後 美容師騎著車回到店門口 狗卻是被裝在紙箱裡面 早已奄奄一息 原來逃跑過程中被公車撞上 四族接到業者電話 以為是愛犬洗好澡了 沒想到卻是聽到噩耗 毛小孩出事了 四族養了三隻貴賓 其中兩隻是姐妹 20號當天把兩隻狗送去美容 沒想到卻發生意外 四族控訴店家明明有三道門 卻連一個都沒有關上 才會讓狗逃跑遇上意外 四族也指控事後釣魚監視器 發現事發時間是下午五點三十六分 業者把狗載回來之後 就放在機車上 過了半個小時才把狗帶回店內 並且打電話通知主人 不滿業者把狗放在店外 沒有立刻送醫 指控店家消極處理 承諾賠償十萬元 還要在社群網站PO文 但店家這舉動讓主人不能接受 把你們的聲明稿PO上去 而且永久自領保存 他跟我說好 後面我朋友去搜尋 發現他錯掉 就是有一度他的粉磚是關掉的 四族不滿店家PO文 沒過多久就關閉粉磚 控訴沒有誠意 而業者則是回覆 雙方已經達成和解 後續會再和四族持續協商 根據規定 因為寵物美容不是特許行業 沒有強制規定 考完證照才能職業 也有部分業者會替來美容的貓狗 保相關保險 但這回送愛犬去美容 再也回不了家 四族的痛難以言喻 TVBS事實講目 郭瑩 新美食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 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